第761章 战神行天 三日时间匆匆而去 圣城周围悬浮密密麻麻的士兵 有人族士兵 也有妖兵 猫人族族长望眼披着一身铁甲 领着数万猫人战士身处其中 和以前相比 他脸上多了一分自信和战意 毕竟望雪是猫人族少族长 同时也是姬永生曾经的战族 秦军给他们发展的资源很多 使得猫人族迅速崛起 李源霸站在金鹏军前 起初的金鹏军由李源霸的义子义女组成 威灵妖军也静静等待着 杨俭和 孝天犬并尖利 身后是1200位草头神 李静则临时统领十万天兵 巨灵神 千里眼 顺风二 红孩辅助 还有九黎魔兵 十万天河水军 白袍军 沙神军 魏 秦军等等 遮天蔽日地悬浮在圣城上空 所有人都安静地望着圣地风 场面无比壮观 终于要开战了 幸好战场不是在大清天庭 否则当真是生灵涂炭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你不去侵占别人 别人也会盯上你 哼 懦夫才会怕生灵涂炭 西域已经两次派人袭击南遇天世界 能忍 圣城内修士 百姓们议论纷纷 都期待不已 虽然他们大清天庭放眼整个天下 连二流势力都不算 但圣在名气大 荣誉感早已诞生 此次征战西域 他们想看到秦军屁腻天下 想听到大清天庭 明动天下 圣地风上 君正殿前 秦军站在惊叫前 他向琵琶笑道 朕离开后 圣城可就交给你守护了 琵琶拥有大罗经先进后期的修为 足以镇守 这一次 秦军要把三尊大罗之先全部带走 只要不来绝世强者 大清天庭自然相安无事 毕竟放眼整个天下 大罗之先只有一小错人 神殿和冥王殿的最强者 也不过大罗经先进 陛下放心 我肯定会守好圣城 琵琶眼嘴笑道 打己柔声道 陛下 此去一定要小心 望雪 助言轻 由凤凰也跟着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担忧 如来在熊主榜上的排名可是比秦军高很多 他们怎么可能不担心 你们就安心等朕凯旋归来 朕会亲自带你们去俯瞰西域的风景 秦军挥手笑道 说完 便拉着旁边的柳若来走入惊叫中 后裔 项羽 花腹 纵身跃起 九龙跟着拉轿腾飞而去 这一次随行的大将有杨简 九头虫 罗世信 哪吒 袁红 李元霸 唐三藏 朱八剑 沙悟靖等等数十位 白泽和诸葛亮担任军师 即便南遇天世界遭遇危险 三名大罗之仙也能迅速感应到 并支援 在三日来 秦军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 琵琶 六金屋 石击娘娘 吕月等等 镇守南遇天世界 除非妖皇 剑主这种级别的敌人来袭 否则谁来谁死 银 九龙齐声长啸 响彻天地 预示着大军出发 总计二十三支军团 浩浩荡荡上千万士兵开始前行 在圣城前方的虚空中 忽然出现一个黑洞 正是天灵开辟出来的空间通道 能将大军直接送出 南遇天世界的西方边缘 李元霸率先的金鹏军 走在最前面 各个军团迅速飞至九龙周围 将秦军所做的金教包围 如来那么厉害 他真的能交出涅菩提树吗 柳若来撇嘴 小脸上满是忧虑之色 他已经知道真相 秦军之所以征战西域 主要是为了让他活灭 他感动的同时又有些自责 如来是厉害 朕的大秦天庭也不弱 秦军揉着他的秀发笑道 你平时不是挺破辣的吗 怎么现在一副小绵羊的模样 柳若来一听 脸蛋微红 美好气道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说话间 他还抓起秦军的右手咬去 秦军洋装吃痛 低声叫道 你属狗吗 哼哼 柳若来松嘴 哼道 两人打闹了一会儿 柳若来便靠着他的肩膀开始休息 与此同时 大军已经使出南御天事件 向着西域急驰而去 好似一张遮天大网扑去 当下面山川的修士 看得瞠目结舌 那是 对了 今天是大秦天庭出征西域的日子 死 这么多士兵 气息汇聚在一起 简直有种天崩的感觉啊 也不知战争会演变成什么样 最近西域已经撤兵 明显是要应对大秦天庭的开战 修士们指着天空议论纷纷 每一个人望着高空中 浩浩荡荡的大军 脸上皆是期待之色 至仙境圆满的邢天 若是邢天有什么事耽搁 来不及参战 那他会哭 所以得提前召唤 估计西域边境 已经有大军和强者守候 三日前 秦军宣布进攻西域的消息 已经传出去 西域自然会得到消息 是否还原前世记忆 还原 定 恭喜宿主召唤到邢天 来自神话传说 秦军振奋不已 连忙让系统 把邢天的属性列表调出来 邢天 来自神话传说 身份 战神 大巫 修为 大罗志先进圆满 功法 巫神诀 法宝 甘气 神通 大巫之神 不屈战魂 忠诚度 八十五满之一百 完美的属性列表 看得秦军 心潮澎湃 邢天 后裔 夸父 项羽战如来 这绝对是史诗级的战斗 华夏神话中 各时期的顶尖强者 汇聚一战 抛开仇恨 秦军也很期待 系统 邢天的极限有多强 秦军好奇地问道 邢天可是最强大巫 有斩天地的神话 有窦皇帝的传说 山海经 记载 邢天与帝至此争神 帝断其手 藏之长阳之山 乃以汝为目 以其为口 操干七以五 即便头被砍下 他仍在战斗 华夏神话中 真正配得上 战神二字的存在 除他无二 就连杨简在他面前 也不够看 不清楚 这里的邢天 乃是个版本神话 综合在一起的邢天 他拥有各版本神话的记忆 如同轮回记忆一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比宿主印象中的 邢天更强 只待他恢复巅峰 系统的回答 让秦军热血沸腾 第762章 天下关注 各种神话传说 综合在一起的邢天 秦军兴奋不已 邢天这真的是要草天啊 系统 把五次神魔副本机会融合 他 强忍着激动在心中催促到 邢天一出 他手下 就有两尊大罗制先进 圆满的超级强者 夸父也有 大罗制先进后期的修为 放眼天下 何惧谁 除了东皇太医 然登道人 全胜时期的如来 估计 本土强者中 只有熊主绑 前三能对他产生威胁 一想到这儿 秦军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让旁边的柳若来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他柔了柔眼 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身体睡在觉中的床榻上 头枕在秦军的双腿上 舒服地让他 露出甜美笑容 恭喜宿主 利用五次神魔副本机会 融合成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系统提示因忽然响起 差点让秦军吐血 又是神魔召唤机会 融合后有一半的几率 成为指定性召唤机会 但他两次都是 普通的神魔召唤机会 让他不禁质疑自己的人品 果然上仓是公平的 赋予他无与伦比的帅气 同时也削弱了他的幸运 秦军摸着下巴思索起来 该不该继续召唤呢 暂时还是留着吧 万一召唤出菜鸡可不好玩 或许危急关头 能召唤出一名超级强者救场 也说不准 邢天 后裔 夸父 项羽打如来 应该不难吧 秦军有些不敢肯定 若是全胜的邢天 或许能单挑全胜的如来 但秦军可不敢给邢天 使用神魔巅峰机会 邢天可是连天地都敢斩的存在 无法无天 希望如来这次别开挂 伤势 别恢复得太快 秦军摸着下巴喃喃道 说完 他就呸自己一声 乌鸦嘴 大秦天庭派兵进发西域 此消息如同暴风般席卷全天下 因为如来和秦圣帝 都是最近势头极强的两位熊主 再加上数千年来 都很少发生百强熊主开战的事件 使得无数生灵振奋起来 我赌 秦圣帝赢 放屁 如来多强 你难道不知道吗 西域不过弹丸之地 他硬生生靠着自己的尾力 击身熊主绑47名 拉倒吧 秦圣帝手下 可是有三尊大罗之先啊 战神转世的秦圣帝 自崛起以来 败过吗 呵呵 你们等着秦圣帝死在如来脚下吧 全天下都在议论 分为两个阵营 各支持一方 甚至有不少强者向西域赶去 不想错过这场矿石大战 各大势力也纷纷派出探子 一时间 天下风云涌动 甚至有人说 此战可能掀起大劫 众说风云 忠荒 明王城 明梦摩尊站在坊顶上 仰望着天空 南南道 大战终于开始了 他毫不怀疑秦军会输 不知不觉中 秦军在他心里 已经是无敌的代名词 没没想到 与此他都会安慰自己 他是战神转世 跟我们凡人不一样 只有这样安慰自己 他心情才会好受 显然 他已经快要被秦军逼得崩溃 东皇大帝 妖皇宫 大殿之中 牛魔王跪下 沉生道 妖皇陛下 秦圣帝已经领兵向西域飞去 大战很快就会打响 闻言 大殿坐下的数十名妖王议论起来 对于秦圣帝和如来的大战 即便是妖族 也很感兴趣 哦 这么快 看来秦圣帝已经有把握 东皇太一挑眉笑道 他平时也很关注如来和秦圣帝 因为两人都是 和他最近名声并驾齐驱的 新雄主 尤其是秦圣帝 话题比他们多多 因为这小子太爱惹事 踩过神殿 冥王殿 杀过妖族 还吓退鬼王司马孟魔 简直胆大包天 牛魔王 你带人去西域看看 看情况 在住秦圣帝 东皇太一吩咐道 他还不知道 牛魔王已经倒戈向秦军 因为他事先了解过牛魔王 和秦军的仇恨 几乎是不死不休 但他偏偏想不到有一种东西 叫系统 遵命 牛魔王沉声道 当即起身退下 神域 尊如道坐在手座上 眉头紧皱 长老们同样满脸愁云密布 黑蝶仙子无奈笑道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又不是你们去战斗 长老们颇为尴尬 因为他们能听得出 黑蝶仙子语气中的嘲讽之意 最近多次神殿危机 他们这些长老都如同摆设般 毫无作用 无论是秦圣帝营 还是如来营 对于我们神殿来说 都不利 尊如道摇头道 冷峻的脸上满是苦笑 他忽然后悔 接下殿主之位 神殿都快被大秦天庭 和西域架空 全天下都目光 直接跳过他们神殿 落在大秦天庭和西域身上 可谁身上 谁能高兴 无事是最让人没面子的处境 神殿被架空总比毁灭好吧 黑蝶仙子哼道 明摆着心是向着秦军的 让长老们无语 尊如道更是嘴角抽搐 他真想卸下殿主之职 回天玄斧修炼 我们要帮秦圣帝吗 一名长老小心翼翼地问道 尊如道眼神闪烁 没有立即回答 西域边境 黄昏来临 红云飘浮在高空 宛若血染 苍天 关墙之下 一条不知多长的河流躺着 似乎向着天涯海角流去 其尽头 长河落日人的壮美 让人沉迷 在关墙上 站满了士兵 在西域 不是所有修士都是和尚 当然成为佛门弟子 是最容易变强的途径 一座少楼上 披着铁甲的孙悟空 握着金箍棒 静静立着 一言不发 恶葬 忽然落在他身旁 坐在瓦礼上 轻声笑道 悟空 接下来要面对大秦天庭 你有什么想法 杀 孙悟空吐出一个字 杀气凛然 让人心寒 甚至神志不清 即便成佛又如何 孙悟空没有插嘴 铁面具中露出的双眼 充满血丝 冒出凶光 看向地平线 黄昏于灰下 他的背影显得 无比的苍凉 我是谁 我为何而生 孙悟空开始喃喃自语 让恶葬不由抬头看了他一眼 摇头笑道 又犯糊涂了 第763章 霸王战大圣 月落日升 天刚蒙蒙亮 西域边境 越来越多的修士飞来 除了西域的修士外 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域 则则 按照时间计算 大擎天庭的军队 快要了吧 我们可别离得太近了 没想到西域的士兵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般弱 在关境上有一道气息 你们感受到了吗 好恐怖 那是铁甲 战神吗 据说他前身是大擎天庭的 擎天大圣 不知真假 应该是了 擎天大圣 那可是打败神殿前任殿主的 超强存在 修士们一边议论 一边停下 不敢太过靠近 以免被误伤 放眼望去 关境城墙上 全是士兵身影 所有人都严正以待 等候大擎天庭军队的到来 孙悟空 依旧助力在哨楼上 金箍棒被他扛在肩上 整个人气势狂暴 屡屡进风 以肉眼可见的形态 盘踞在他周身 饿藏躺在屋檐上 神情轻松 似乎并没有把即将到来的战争 放在眼里 杀 就在这时 天际传来喧哗的喊杀声 声音越来越大 所有西域士兵 顿时就紧张起来 呃藏更是翻尸而起 浩强的气息 呃藏皱眉难难道 后裔和夸父的气息 如同两股风暴 隔着老远 都能让他心惊肉跳 他瞬间猜到了 对方是谁 后裔逼退鬼王司马孟魔 可不是秘密 死 孙悟空忽然怒笑一声 双腿一弯 蹦尸而起 直接将哨楼震碎 身形如同利剑般 直射苍穹 向天际的浩浩大军袭去 与此同时 十里之外 最前面的李元霸 一眼便瞥见袭来的孙悟空 来得好 李元霸兴奋不已 拿出金棚神锤 冲向孙悟空 双方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要撞在一起 兴奋的李元霸 双臂全力挥动金棚神锤砸去 他知道 眼前的铁甲强者 乃是孙悟空 但并不妨碍 他全力战斗 当初 在黑海王晶体内 他被孙悟空降服的经历 让他很不爽 总想找机会洗刷耻辱 现在终于来了 上一次是李元霸被迷惑心智 这一次换成孙悟空 李元霸亢奋不已 但当对上孙悟空的目光时 心神却是猛然一颤 哄 孙悟空是大力臣的挥棒砸来 砸在金棚神锤上 轰鸣声响彻整个天地 李元霸体表爆开鲜血 身体如同陨石般坠下去 砸入下面的长河中 激起数十丈高水花 生死未卜 一招秒败李元霸 这一幕 让大秦天庭的士兵哗然 秦军掀开连部眺望而去 一看到被铁甲包裹着的孙悟空 他心底一沉 当即喝道 项羽 上 夸父乃大罗 致先进后期的存在 后裔更是达到大罗 致先进圆满 他们若是出手 很容易伤到孙悟空 由大罗致先进初期的项羽出手 最为妥当 遵命 项羽 黄笑一声 拿出王霸星辰己 便向孙悟空袭去 别看他身材魁梧 速度却是极快 带着一道道残影 从千万大军中飞出 孙悟空 转身看向项羽 目光依旧凶利 侯哥 你怎么了 还不快回来 猪八戒高声叫道 他其实明白 孙悟空已经被如来 控制 但心底 还是有一丝蹊迹 孙悟空没有理会 他 挥棒向项羽砸去 金箍棒和王霸星辰 几项记在一起 迸发出璀璨火花 项羽眉头一皱 嘀喝一声 好小子 竟然达到了大罗致先进 此言一出 身后的千万士兵 哗然 数十名大将 更是瞪大眼睛 大罗致先进 秦军瞳孔一缩 心中掀起滔天巨浪 孙悟空本来才大 罗金先进初期 在如来手下短时间 就飞跃到大罗致先进 让秦军不禁怀疑人生 难道如来 也有系统 这你嘛 是作弊啊 孙悟空可不管项羽的震惊 双臂猛然 用力 凭借着高度优势 直接压着项羽 向地面砸去 项羽力大无穷 但孙悟空也是肉身强悍 力拔山西 两尊力量型的大罗致先 站在一起 连周遭的空间 都被撕裂成一条条黑色口子 哄 两人好似炮弹般 砸在荒原上 尘土炸起 好似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晨浪向各个方向肆虐而去 方圆万里内的生灵 都能感到大地剧烈颤抖 这一幕 看得双方军队都震撼不已 我的天 项羽将军 可是大罗致先啊 你刚才没听到吗 齐天大圣也突破大罗致先了 我们要不要支援 支援 找死吧 李将军刚才的下场 你没看到吗 好可怕 大秦天庭一方 都为孙悟空的霸道表现而震撼 与此同时 秦军也派人去查看李渊霸的情况 西域一方也在 惊疑 没想到 对方随便派出一人 就能牵制他们心中 近乎无敌的铁甲战神 哄哄哄 滚滚沉浪中 传出一道道爆炸声 只见孙悟空和项羽 疯狂地挥动神兵 攻击对方 同时他们双腿 快若残瘾地奔跑 每互相攻击一次 他们便跨越千米 在方圆石里的大地中 来回藤魔 快到让人无法用眼睛 跟上他们的身影 猴子 不错嘛 项羽狂笑道 他可是西楚霸王 顺地转世 功德缠身 修为远位达到巅峰 只会越战越强 孙悟空更是如此 特殊属性 齐天大圣 能越战越勇 战力节节高升 完全就是霸格 当 项羽蛮力挥挤杂去 孙悟空下意识格挡 但在霸王之力撞击下 身体还是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 就在项羽紧追而去时 孙悟空猛然将金箍棒处在地面 强行减缓速度 以金箍棒为支点 转身一腿抽去 猝不及防的项羽 直接被踢中脑袋 身体停了下来 紧接着项羽扭过头来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宁笑道 好大的力气 能让我感觉到疼痛 孙悟空不由分说的挥棒再次砸去 但项羽用王霸心沉挤 轻松接了下来 还愣着干什么 全军出击 秦军怒喝道 声音乍响在千万士兵的耳侧 让他们从震撼中惊醒过来 杀 率先反应过来的杨简 提着战神三尖刀 便向西域的关径飞去 千万士兵跟着咆哮杀去 他们飞在高空中 好似滚滚雷云聚集而去 给人一种蔑视的压迫感 吓得西域许多士兵 双腿发软 第七百六十四章 封魔悟空 杀 全都给我上 恶葬站在关径城墙上空 怒喝道 被如来封为震恶怒佛的他 咆哮起来 极具威严 西域士兵们精神一振 纷纷拿起法宝腾约而去 如同一支支离弦之箭 冲向高空 杀向席卷来的大秦天庭士兵 冲在最前面的杨简 摇身一变 施展法天向帝神通 暴掌为万丈居身 给本军死 杨简怒笑着举刀砸去 这一刀 他没有收力 全力而出 战神三尖刀还未落下 恐怖的封压 便让众多西域士兵 在空中动弹不得 耳赶 呃 葬大喝一声 台长便向杨简拍来 一只遮天巨手 凭空出现 欲要拍飞杨简 轰的一声 夸腹顺身出现在杨简身旁 一拳自腰间击出 蛮横的轰碎巨手 看得恶藏心惊肉跳 此大汉浩强 恶藏心中惊叫着 夸腹乃大罗 至先进后期的存在 而他不过大罗 至先进中期 在气势上就败下阵来 与此同时 杨简的战神三尖刀 带着披天之势 斩下 这一刀 崩山裂地 可斩山河 数不清的西域士兵 满脸惊恐地仰望着 战神三尖刀的落下 没有奇迹发生 刀刃还是落了下来 轰隆隆 杨简一刀 落在大地之上 激起数千丈高的尘土 当场有数十万西域士兵 被刀器剿为碎肉 刀器纵横而去 直接将西域的关径 斩出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一幕 看得远方观战的修士们 惊呼连连 他是谁 浩强 他 你都不知道 横扫九域的二郎神啊 四 二郎神 好生霸道 秦圣帝手下 当真是强将如云啊 看样子 西域完全不是对手 修士们清一色地到西 大擎天亭 光看兵力 如来不可能把所有兵力掉来 当 项羽忽然从滚滚尘土中倒飞出来 撞在杨简的腿上 但对于此刻的杨简来说 他就如同苍蝇般渺小 可恶 这坡猴怎么越来越强 项羽一边甩手 一边骂骂咧咧倒 他的胸甲已经出现裂缝 可见孙悟空的力量有多霸道 或 一股新红的妖气 直接将沉浪刮散 只见孙悟空半跪在千米之外 新红妖气好似龙卷风般 盘绕他周身 他身上的铁甲已经破碎大半 猴毛随风飘动 但他的铁面具依旧没有破损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孙悟空双目充斥着恐怖杀意 死死盯着项羽 仿佛在看猎物 高空中 后裔来到秦军身旁 俯视着下方的战斗问道 要不要我出手 他一剑就可以降服孙悟空 当然孙悟空难免会重伤 秦军皱眉 抬手道 先别慌 他倒要看看孙悟空 能激发出多强的战斗力 此刻的孙悟空 已经超越了西游记里的巅峰状态 脚下的地面剧烈摇晃 沙石腾飞而起 孙悟空将金箍棒处杂而下 哄的一声 方圆百米内的地表 直接破碎成一个巨坑 他的气息变得越发暴力 仿佛已经入魔 另一边 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流撞在一起 上天入地激战着 夸腹则在暴打恶脏 凭借强横的肉身 他每一拳都打得恶脏吐血 毫无还手之力 两人远离战场 夸腹右手 按着恶脏的老脸 划过长空 将他砸入一座千丈高的巨山中 阵的岩石滑落 杨俭辈 五名太已经强者牵制 而罗氏信 九头虫 哪吒 元洪等大将 如同猛虎 如羊群般 加入战场 收割人命 当 王霸星辰己和金箍棒 再次相继在一起 项羽的额头 也撞在孙悟空的铁面具上 双方开始决力 阵的脚下的泥土 向四面八方排开 眨眼间 方圆千米内的 泥土直接垮塌 场面无比壮观 不愧是陛下器中的 齐天大圣 你确实有资格自称大圣 项羽嘴角飞扬 轻声笑道 桀骜的双眼 死死盯着孙悟空的眼睛 齐天大圣 孙悟空 瞳孔一缩 身形一颤 但就是这么小小的松懈 他就被项羽的 五匹力量震飞出去 双手虎口飞溅鲜血 哄 孙悟空如同皮球般 沿着地表滚飞而去 一路晨暴带狂风 足足飞出去三万米远 可见项羽的力量 有多恐怖 换作一般的大罗金仙 估计会当场爆铁王 孙悟空用金箍棒支撑身体 此刻的他 浑身是血 看起来极为凄惨 摇摇晃晃着 就是不肯倒下 项羽提着王霸星沉戟 漫步走向他 并高声喝道 孙悟空 你若再 执迷不悟 那将万劫不复 孙悟空喘息着 铁面具 挡住他的表情 但从他心红的双目可以看出 他依旧没有清醒过来 位于他脑海中的阻射粒子 开始发挥作用 杀杀杀 一道疯狂的咆哮声 在孙悟空脑海中回荡 使得他眼中蹦射凶光 在风沙之中 极为害人 就在这时 唐三藏忽然飘然落下 挡在项羽和孙悟空之间 阿弥陀佛 悟空 还不回头是岸 难道想重蹈覆辙吗 唐三藏双手合十 正气凛然地喝道 声音 具有警示之效 让孙悟空眼中 胸光一颤 师父 你干什么 快退开 远处 猪八戒急声叫道 他已经看出 孙悟空彻底入魔 成为一个战斗风魔 唐三藏 还想再感化孙悟空 简直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这个孙悟空 可不是被 镇压五百年的孙悟空 骨子里全是暴力好战因子 唐三藏 无动于衷 目光紧紧盯着孙悟空 念道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因缘满时随念 为佛随念 法随念 僧随念 戒随念 舍随念 天随念 入出戏随念 厌随念 死随念 身随念 世诛随念不可得顾 金光蹦现 一个个玄傲的贩字 笼罩唐三藏周身 使得他看起来神圣无比 被金光照耀的孙悟空 身体一软 瘫倒在地 这是 项羽眉头一皱 从他的视野看去 风沙之中 唐三藏宛如神明降临 听着他的佛声 让人心静平静起来 孙悟空丢下金箍棒 双手抱头 他没有惨叫 也没有暴墓 只是抓着脑袋 似乎很痛苦 第765章 大般若惊 诸菩萨摩赫萨安住般若 波罗密多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应圆满时想 未无常想 苦想 无我想 不敬想 死想 一切世间不可乐想 厌实想 断想 理想 灭想 如是诸想不可得顾 唐三藏一边念着大般惹惊 一边漫步向孙悟空走去 这一幕 看得远处不少人瞪大眼睛 秦君也是惊奇不已 孙悟空明明没带金箍 为何还能被唐三藏念经屈服 真是奇怪 项羽嘖嘖称奇的南南道 他忽然发现唐三藏很不简单 他以悬仙境的修为 竟然能让狂暴的大罗志仙安静下来 稀奇 孙悟空抱着头 身体开始在地上打滚 但他好似哑了般 没有坑一声 悟空 快醒来 你不是傲骨无双 谁也不服骂 现在怎又迷失于心魔之中 难道你想让天下人笑话 齐天大圣 是一名连心魔都克服不了的泼猴 唐三藏来到孙悟空面前 沉声道喝道 刚正的声音 充满了恨铁不成刚的意味 抱头 打滚的孙悟空忽然停了下来 猛的一个鲁鱼打挺 右拳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砸向唐三藏 猴拳撕裂空气 但唐三藏面不改色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孙悟空的拳头猛然偏转 与唐三藏的脸颊擦过 进风 刮出一条口子 鲜血一出 耳赶 项羽暴目的咆哮声 从后方传来 紧接着纵身一跃 提起向孙悟空辟来 唐三藏目光片刻不离孙悟空 此刻的孙悟空 双眼依旧血红 但多了一点光亮 他能不杀唐三藏 已经表明他的意识在抗争 碰 项羽一挤杂来 将孙悟空击飞出去 金刚不死之身的孙悟空 毫发未损 只是滑出去数百米 猪八戒和沙悟境 连忙落在唐三藏身边 猪八戒急声道 师父啊 你 这是在做什么 猴哥没有金箍 你念金是没用的 师父 我们暂且退下 让向将军先请下大师兄 后面再想办法 沙悟境也跟着劝道 此刻的孙悟空完全入魔 唐三藏怎么可能劝得动 对此 唐三藏如若未闻 嘴中低南佛经 似乎也陷入了魔障 吼 就在这时 孙悟空仰头咆哮 宛如洪荒凶兽觉醒 吼声震裂耳膜 让人心里发毛 星红的妖气再次一出 他的身体猛然膨胀起来 高达五丈 金箍棒更是变为一米粗 十丈长 被他扛在肩上 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 你们退开 项羽沉声道 说完 提起向孙悟空冲去 空中 秦军一直关注着孙悟空 没想到孙悟空如此疯狂 他皱眉难难道 如来到底给孙悟空做了什么 白泽掐指推算 可惜算不透 他摇头道 估计是给孙悟空吃了什么 否则实力不可能如此暴涨 简直匪夷所思 吃了什么 秦军眉头皱得更深 柳若来也掀开脸部 探头往外看去 入眼全是战斗身影 遍布苍穹 覆盖大地 各种轰鸣声 充斥在耳畔 让他无法听到 秦军和白泽在说什么 哄 恶脏再次砸在地面上 砸的地表震撒 夸腹悬浮在空中 尘土拍在他脸上 使得他轻蔑笑容更显霸道 你就这么点实力 当初大闹大擎天亭时的嚣张气焰 去哪了 夸腹讥讽道 恶脏抓孙悟空时 他没有恢复神魔巅峰 结局惨败 这次暴打恶脏 让他感觉身心舒爽 复仇成功 恶脏躺在碎石中 浑身是血 破烂的 袈裟更是变为几条碎步 勉强遮羞 望着夸腹的身影 他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心底里不停地咆哮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变得这么强 孙悟空也就罢了 阻射粒子变态 成天地之气韵 不能用常理渡横 但夸腹凭什么也跟着飞跃 而且实力暴涨的幅度 连孙悟空都拍马不及 夸腹 可不会理会他的想法 韩生道 说 孙悟空到底怎么了 抓走孙悟空的人 就是恶脏 他肯定知道 孙悟空为何入魔 与其直接杀他 不如榨干他的利用价值 呃 葬没有回答他 而是双手称帝 盘坐在碎石中 开始喃喃念经 刹那间 佛光蹦现 在滚滚沉浪中 好似一颗太阳光芒越来越强 哼 天真 夸腹不屑讥笑 当即又掌网虚空一案 轰得一声巨响 方圆千米之地 如同火山爆发般 炸飞而起 呃 葬的身影 很快就被强光淹没 另一边 西域的关进城墙 已经被大秦天亭的士兵攻陷 一具具尸体 落入长河之中 染红河面 远处的无数观战者 皆是感叹不已 大秦天亭太强了 是啊 西域毫无抵挡能力 没想到这场战争 完全是一面倒 不一定吧 如来还没有出手呢 等秦圣帝带兵 打到雷音寺 如来 就不得不出手 望着大秦天亭的各个军团 和战将 修士们 莫不敬畏 万丈高的杨茧 顶天立地 傲然宣布道 西域边境已破 投降者不杀 此言一出 早已吓得胆气散去的西域士兵 连忙匍匐在地上 高呼 愿降 越来越的西域士兵投降 但更多的西域士兵 愿意战死沙场 战争已经进入末尾 项羽和孙悟空还在熬战 两人都是属于越战越强的类型 这一次棋逢对手 战得好生痛快 此刻的项羽 也高达武装 只不过王霸星辰己 和金箍棒相比 小了不止一号 他们远离战场中心 方圆万米内 没有人敢接近 当孙悟空双手 抱着宛如天柱般的金箍棒 砸下 项羽用王霸星辰己 挡住 脚下的大地 直接裂开一条 深不见底的峡谷 项羽咬牙 双臂不停地颤抖 额头上满是冷汗 孙悟空力量暴涨的速度 已经超越他 再这样下去 他很可能会败 但他自尊心 是不会让他求救 或者逃避 西楚霸王 从不怯战 阿弥陀佛 悟空 这一次为师 该怎么救你 唐三藏叹息道 不由想起前世 把孙悟空 从五指山下 救出的场景 那时的孙悟空 挣脱束缚后 惊天动地 不可一世 再看看此刻的孙悟空 虽然修为更强 但已经变为战斗傀儡 让唐三藏心痛 第766章一棒 列大路 杀杀杀 孙悟空 喘息喃喃道 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地狱 让闻者心里发出 他身上的喉毛 但他对面的项羽形象 同样不善 长发乱舞 如同魔神灵世 面对暴力的孙悟空 项羽也站得升起杀星 双手举起 王霸星辰己 怒杂而去 竟起好似锋利的剑刃掀起 滚滚泥土 席向孙悟空 泥土扬起数百丈高 好似面试巨浪板 在他面前 孙悟空的身形 也变得渺小起来 在这股力量面前 绝大多数生灵 都会吓得失去斗志 但孙悟空没有 无论是以前 还是现在 胆怯从来不属于他 他双手抱着巨大的金箍棒 往地上砸去 宛如核弹爆炸 地表瓦解 泥土岩石 直接翻起 挡住袭来的泥土巨浪 好 孙悟空的怒笑声 响彻苍穹之下 让一直关注 他的秦军 脸色殷勤变换 秦军在犹豫 要不要让后裔出手 如此狂暴的孙悟空 必须失去意识才行 而这样的攻击 说不定会带来后裔症 更何况孙悟空 还处于入魔状态 一旦失去意识 会让心魔有可乘之机 吞噬本心 那将陷入 万劫不复之中 顺着他的目光 看去 孙悟空从滚滚尘土中飞去 金箍棒猛然增大 眨眼间便长达千丈 看得无数士兵瞪大眼睛 沙沙沙沙沙沙 孙悟空咆哮着 一棒 砸下 刹那间 风云变色 金箍棒掀起 足以毁灭山峰的狂风落下 项羽 没有从尘土中飞出 金箍棒宛如 泰山崖顶般落下 哄 整个大陆剧烈一阵 周边各域都能感觉到 甚至连南近海 也被阵的惊涛骇浪 大地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前后列去 好似两根恐怖触手 分别向西域深处 和南域延展而去 势不可挡 又要将数个域相连的大陆 砸成两半 方圆百里内 所有生灵都被阵的失聪 但他们仍瞠目结舌地 望着眼前天地崩塌般的场景 大地分为两半 被阵的翻起 尘土遮天蔽日 他们无法看到 孙悟空和项羽的身影 但能看到千丈长的金箍棒 闪耀着无上金光 狂风呼啸而来 秦军搂紧柳若 来 保护他 不让他受伤 目光紧紧地盯着下方 这一刻 他不禁回忆起 虚空狼魔暴虐的场景 孙悟空的破坏力 绝对不弱于虚空狼魔 杨茧 元洪 罗世信 哪吒 孙悟空是大巫的错觉 但巫族可没有猴子 我的天 铁甲战神 未免太恐怖了吧 什么铁甲 战神 那是齐天大圣 吊大神无击的大圣 怎么可能不厉害 这样的齐天大圣 大擎天亭能降服吗 开玩笑 后裔和夸父还没出手呢 观战的修士们 议论纷纷 甚至还有不少人 被狂风刮走 天地无比混乱 但也让人热血沸腾 齐天大圣孙悟空 以一己之力 震撼整个战场 让人心潮澎湃 满心敬畏 良久 待一切 风平浪静后 如同地皮被撕开 空气中弥漫着黄沙 和血腥气味 一条宽打百丈 深不见底的峡谷 显现出来 前尾不知连绵多远 至少已经贯穿 整个西域大陆 还有西域往西的其他域 南域也遭殃 远离战场的地方 峡谷边缘的修士 妖兽皆是瞠目皆舌的 望着下方 好 强 九头虫浑身颤抖 满脸不敢置信之色 前世他和西行路上的 孙悟空交战过 那时的孙悟空 可没有如此爆表的力量 简直亮瞎他双眼 荒芜废墟之中 孙悟空傲立其中 单手抓着金箍棒 处在泥土中 背脊随着喘息 而上下起伏 铁面具露出的双眼 依旧充满杀气 只是星红凶光 减弱了不少 远处 距离孙悟空 五千里开外 项羽半跪在地上 浑身是血 王霸星辰己 丢落在十米外 他的气息变得微弱 项羽败了 大秦天庭的士兵 顿时哗然起来 他们可是都知道 孙悟空原本是大罗惊险 而项羽乃大罗之先 没想到孙悟空竟然赢了 项羽可是和后裔 一同战过如来 而且全身而退 但这样的盖世强者 竟然败了 让士兵们 面面相去 就连秦军也不禁皱眉 他看得出来 项羽还有力气战斗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已经输了 至少孙悟空还站着 他却快倒下去 臭猴子 项羽咬牙 艰难地站起来 右手一抬 王八星沉挤 迅速飞入他手中 他摇摇晃晃地迈步 走向孙悟空 而孙悟空依旧在原地喘气 似乎已经精疲力尽 陛下 出手吗 后裔轻声问道 秦军缓缓点头 准备开口 就在这时 孙悟空脚下的泥土中 忽然冒出两只手 抓住他的脚 便往下扯 将孙悟空直接拖入地底 这一幕 看着秦军等人脸色巨变 秦军连忙叫道 土行孙 快追 不用他说 土行孙便从云端上纵身一跃 好似利剑般刺入泥土中 秦军眉头紧皱 心中惊疑地 想到 西域有顿地高手 还是说 有其他实力插足 同时 罗世信和袁红 迅速来到项羽面前 搀扶他飞上云雾之中 李元霸重伤昏迷 项羽也快筋疲力尽 但好在 恶脏已被擒获 孙悟空也失去战力 这下子 如来还能依靠谁 秦军一边想着 一边翻手 拿出两颗大罗还原丹 让人为项羽和李元霸 一注相后 土行孙回来 他 满脸尴尬道 对方速度太快 我跟丢了 比土行孙还厉害的顿地高手 第767章 斗战圣佛 罢了 给你们一个十身整军 然后留下一支军团 其余军团继续向雷音寺进攻 秦军挥手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神话中顿地术 卓越的土行孙 不代表在这个世界 就能笑顿地术 土行孙惭愧退下 各大军团也开始忙碌起来 而远处观战的修士中 大部分都来自各方势力 属于探子 角色 他们迅速把消息传回去 大秦天庭已经攻破西域边疆 秦获西域一尊大罗之仙 恶藏的名气本身就不小 在佛门衰落的情况下 能成就大罗之仙 早已名传天下 可惜他在夸父面前 毫无反抗之力 此战算是成为夸父名气暴涨的踏脚石 陛下 看来 此次征战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白泽轻声道 旁边的诸葛亮摇着雨扇点头道 如来应该找了帮手 否则他早就在这里 等我们 而不是 让我们逐个击破 斩掉其爪牙后 再与我们决战 如来可不傻 不会白白让 恶藏和孙悟空送人头 从刚才神秘的遁地高手出现 就足以见得 你的意思是 如来是让他们来拖延时间 秦军皱眉问道 身后的柳若来 则紧张地往下扫去 目光所及之处 全是尸体 此战死了 少说百万士兵 血流成河 应该是的 诸葛亮轻声达道 他号称神机妙算 懂得一些推演八卦之术 但和白泽的推算神通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白泽都算不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更别说是他 秦军点头 冷哼道 等会儿准时出发 说完 他便拉着柳若来 走回惊叫中 诸葛亮皱眉 白泽也掩露疑惑之色 他们都提示 如来可能有阴谋 为何秦军依旧风轻云淡 而不是抓紧时间 杀向雷音寺 殊不知 秦军也有医长 他在等一个人 回到教中 秦军在心中问道 行天为何还没出现 按时间算 刚好一日时间 快了 系统迅速回答道 答案很简洁 让秦军感觉到了 敷衍 系统 孙悟空那样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军转移话题 问道 孙悟空 可是他很喜爱的神魔 更是他童年的大英雄 不想看到孙悟空如此遭罪 心智被迷惑 心魔被无限放大 此刻的他 已经不是原来的 起天大圣 系统回答道 秦军翻白眼 呀的 等于没说一样 系统能帮他吗 秦军继续问道 他想的是 有没有什么担药 能解除孙悟空的 这种入魔状态 他不是中毒 能帮他的 只有他自己 系统叹息道 显然也为孙悟空惋惜 秦军心中 烦躁无比 连唐三藏都唤不醒孙悟空 还有谁呢 难道真的要杀死孙悟空吗 扪心自问 秦军实在是无法下这个决心 不仅是他欣赏孙悟空 更因为那样做 他将无法面对整个大秦天庭 孙悟空是为保护大秦天庭 才甘愿被恶葬抓走 结果 现在秦军要杀他 肯定会含了将士的心 陛下 你在想什么 柳若来紧张地问道 他很少看到 秦军脸色如此难看 心中难免会担忧 秦军强颜欢笑道 朕在想悟空的事情 朕该如何解救他 柳若来一听 抓住秦军的双手 奄然笑道 陛下应该相信自己的手下 他们可是一路护着陛下走到今日 这次 朕该怎么放心 秦军苦笑道 系统有一个方法 不知宿主是否愿意尝试 系统冷不伶仃地开口道 哦 什么方法 秦军连忙在心中问道 他实在是不愿失去孙悟空 利用宿主仅有的神魔召唤机会 召唤出斗战圣佛 系统郑重道 听得秦军瞪大眼睛 旁边的柳若来 以为自己说错话 吓了一跳 楚楚可怜地望着秦军 系统 你不是说过 神魔不能重复出现吗 秦军不解地问道 没错 此次宿主召唤出来的斗战圣佛 只能存在七日时间 七日过后 他将烟消云散 系统解释道 让斗战圣佛和齐天大圣融合 明白 前世今生 击退心魔 方能解救孙悟空 要知道 成就斗战圣佛的 孙悟空道心稳固 再也不是花果山的坡猴 可是斗战圣佛 能打赢此刻的 孙悟空吗 秦军担忧地问道 浪费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拯救孙悟空 他并不心疼 西游济历 孙悟空的结局 是成为斗战圣佛 但斗战圣佛 到底有多强 后人不得而知 此次因为斗战圣佛 只有七日时光 系统能让斗战圣佛 拥有当前宿主 最高能召唤出来的 神魔战力 斗战圣佛 这是要无敌的节奏 秦军激动不已 斗战圣佛战齐天大圣 即便孙悟空输了 也不丢人 他是输给自己 另外 若是孙悟空和斗战圣佛 成功融合 孙悟空有几率变强 能变强多少 看他的造化 系统再次抛出一个重磅炸弹道 秦军热血沸腾 连王在心中追问道 是不是以后都可以这么玩 算新功能吗 错 只此一次 即便有 也会让宿主触发强制任务 系统建议宿主不要冒险 系统否定道 浪费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还不一定能让该神魔变强 后续更是会触发未知的强制任务 秦军明白 各种得失后 按纳住躁动的心 朕可以选择让斗战圣佛直接出现吗 例如下次再遇到孙悟空时 秦军继续问道 斗战圣佛只能存在七日 若是现在召唤出来 七日内没有找到孙悟空 那岂不是尴尬了 可以 只要召唤 斗战圣佛将直接出现在宿主身边 忠诚度满直 系统回答道 让秦军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下子终于有解救孙悟空的办法 他抬头看向旁边撅嘴委屈的柳若来 不由揉着他的脸蛋 笑道 多亏你 正想到办法了 真的 柳若来惊喜地问道 秦军点头 然后将他搂入怀中 他很期待 齐天大圣对阵斗战圣佛 会是怎样的情况 有人喜欢齐天大圣 也有人喜欢斗战圣佛 一个时辰过去的很快 大军继续向西域内部进发 秦军所带的军团 士兵修为普遍在话虚境以上 从南域杀来 只需要一日 再从西域边境到雷阴寺所用时间 肯定也不会太长 不过沿途肯定会持续爆发战争 会有所耽搁 与此同时 雷阴寺 雷阴寺之下 这座高耸入云的飓风 被如来命名为灵山 山脚下周围 遍布佛门弟子身影 他们盘坐在地上 成圆形散去 一眼扫去 少说也有数十万人 其声念经 无比壮观 而雷阴寺上空 悬浮着一座金佛 赫然是如来 他的身形比整个雷阴寺还大 他的念经声最大 气氛严峻 一股战前的紧张感 充斥着 如来闭着眼睛 满脸庄严 让人心生静养 哄 就在这时 雷阴寺前的某处地面 忽然破开 一名黑衣人 提着孙悟空破土而出 浑身是血的孙悟空 倒在地上喘息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数十万弟子 没有听到如来继续念经 不由抬头望向灵山 如来 更是睁眼皱眉 他轻声道 伤得这么重 难道是后裔出手了 不是 是项羽 黑衣人开口道 黑帽下是一张 挂着刀疤的中年男人 面孔 面容很普通 属于放进人海 就再也找不出的存在 如来一听 眉头皱得更深 没想到项羽如此强 上一次交手时 他可是摸清了项羽的实力 应该打不过此刻的孙悟空 才对 他不知道的是 项羽有前世功德缠身 每一秒都在缓缓变强 徐殿主何时赶来 如来 向黑衣人问道 殿主已经在来的路上 估计最多半日 黑衣人轻声道 如来 轻轻点头 能被他尊称殿主 对方很可能属于六殿势力 随后 如来挥手 金色光滑落在孙悟空的身上 点点心灰 钻入孙悟空的毛孔中 这一幕看得黑衣人皱眉 即便以他大罗至先进的修为 也看不穿如来词法的玄奥 醒来吧 悟空 你还能再战 如来诞声道 语气慈悲 仿佛在唤醒新山 话音落下 孙悟空的身体开始颤动 很快 铁面俱下的双眼 猛然睁开 两道血光蹦现 洞穿云霄 他双腿一瞪 后空 翻落地 砸得地面塌陷 傻 孙悟空低声咆哮道 如同一股寒风 挂入数十万佛门弟子的心中 让他们起鸡皮疙瘩 没有人敢交头接耳 只是敬畏 嘲讽 戏血 同情地仰望着灵山上的孙悟空 一身皮肉染着血色 就连铁面具也沾满了斑斑血迹 此刻的孙悟空 浑身透露着一股暴力 苍凉的气质 仿佛天荒地老 他还能再战 好一个齐天大圣 黑衣人 喃喃自语 他心中感叹 如来算是 抓到了一根好苗子 孙悟空转身面对雷音寺 半跪而下 沉默不语 好似傀儡 如来没有 在说话 黑衣人自顾自来到一棵老树下盘坐 开始练功 等待大秦天庭的到来 一转眼 半日时间匆匆而去 大秦天庭浩浩荡荡的大军 一路横扫而去 所过之处 王国战立 皇朝拜祥 毫不费尽 无奈行天 特来投拜陛下 正在练功的秦军 忽然被一道狂霸声音惊醒 他顿时洗上眉头 连忙起身走出轿中 行天终于来了 行天算二代大巫 比后裔和夸父晚出世 但三人是认识的 在这片陌生天地 能遇到第三名巫族子弟 他们怎么能不激动 杨茧 九头虫 唐三藏 哪吒 李靖 李元霸 项羽等等 拥有前世记忆的神魔 皆是脸色巨变 行天 巫族最后一个大巫 也是最强大巫 超越先辈 亘古无双的存在 据说吃油也是大巫 真假难辨 但吃油之强 绝对不逊色于行天 他和行天一起抗争皇帝 最终惨死 倘若他赢了 或许后人就不是华夏子孙 而是吃油子孙 对于封神大战 西游大捷的神魔们来说 行天绝对是传说 神一般的男人 影响力甚至超越后裔和夸父 后裔和夸父都死于巫妖大捷 唯有行天 即便被斩头 依旧挥舞甘七战斗 其战斗意志 影响了后世无数生灵 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名身披兽医的 魁吾大汉拦截在大军前面 他身高两丈 左手卧盾 右手持幅 满头黑发 如同烈焰般摇动 他横尘虚空 便给人一种天欠般 不可擅闯的压迫感 他缓缓抬头 露出一张桀骜俊朗的方正大脸 浓眉虎目 不微自目 古铜色的皮肤 使得他的肌肉 看起来宛若钢铁炼成 后裔和夸父率先飞出 行天 你还记得我们吗 后裔颤声问道 夸父同样激动无比 三尊魁吾大汉站在一起 让士兵们议论纷纷 按照正统神话 行天 后裔 夸父完全没有关系 但随着后裔 洪荒体系的普及 后裔和夸父为一代大巫 也就是十二组巫金血化成的 第一批大巫 而行天乃第二代大巫 属于第二批 后裔有电视剧改编 说 后裔乃上古战神 行天之子 纯属扯淡 系统召唤的神魔 大部分向洪荒体系靠其 每一位神魔经历过神魔巅峰后 会把各版本神话里的经历 当成轮回记忆 行天有身为大巫的记忆 也有 斩天地的记忆 更有与皇帝决战的记忆 如同三世轮回一般 所以面对后裔和夸父 他嘴角上翘 轻声道 两位哥哥 好久不见 二代大巫 可不是意味着 行天是后裔和夸父的晚辈 大巫 都是以祖巫金血 凝聚而成 二代大巫 同样如此 大巫就算效仿祖巫 以金血凝聚后代 也很难产生 拥有大巫 天赋的巫族战士 就如同十二祖巫乃 盘古金血所化 但十二祖巫和盘古相比 拍马不及 当然巫族也会繁衍 繁衍出来的巫族战士 血脉只会越来越稀薄 怎么会出现 夸父强忍着激动问道 行天耸尖一笑 看向他们身后 飞来的秦军 拱手笑道 无奈行天 闻陛下征战西域 特来投拜之缘 不同于后裔和夸父 对巫族关系看得那么重 拥有斩天地记忆的 行天骨子里 更多一分霸道和狂傲 几是轮回记忆 让他对两位哥哥的感情 并不是很深 第769章 《临山之战》 行天 正等你很久了 秦军一边飞向行天 一边笑道 后裔和夸父自觉让道 同时好奇 难道行天是秦军 用无上神通 从前世拉过来的 有无在 定让如来粉身碎骨 行天咧嘴一笑 笑容极其残忍 眼中尽是孤傲之色 仿佛全天下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行天五干七 猛至故常在 秦军拍了拍他的 肩膀笑道 正有战神行天相助 何愁西域不向 战神 秦军 直接赋予行天这个称号 让全军哗然起来 大部分士兵 都不知行天为何人 因为这里不是洪荒 不是地球 如今 秦军可是顶着战神转世的名头 但他却赋予手下战神之名 其用意让人深思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行天很强 甚至不逊色后裔 看看后裔的表现就知道 全速前进 早日红塔雷音寺 秦军转身朗声喊道 行天到来 加上他后面会召唤 大罗之仙境 圆满的斗战圣佛 武尊大罗之仙 他不幸打不报如来 这一次 他要教如来做人 红塔雷音寺 近千万士兵 齐声呐喊道 声音微震乾坤 饶食行天 也不禁眯起眼睛 大秦天亭的士气 可是出了名的 大秦天亭 攻入西域 直奔雷音寺而去 这则消息 如同旋风般 传遍全天下 作为当下最引人 瞩目的大战 无数生灵都牵挂着 无论谁赢 都意味着 一尊巨拨崛起 太强了 孙悟空和项羽大战 双方都历劫 至少有五个狱 被孙悟空一棒 砸成两半 死 真的假的 孙悟空有这么厉害 那项羽更是恐怖 和齐天大圣近身战斗 毫不吃亏 齐天大圣 原来也是秦圣帝的手下 秦圣帝 到底是从哪里 招来这么多经验 天骄的呀 再强又如何 都得臣服于秦圣帝脚下 各域都在讨论此战 如来的雄竹榜排名 比秦圣帝高 再加上这片天地不喜佛门 使得大部分生灵 都倾向秦圣帝 当然修为高者 则认为如来会胜 因为如来太过强势 被小小的西域拖累 他依旧能达到雄竹榜 第47名的高度 简直惊爆各方势力 第一战 齐天大圣和西楚霸王之名 可谓是让无数生灵振奋 一棒 劈开数个玉 形成深不可测的峡谷 简直是神话般的力量 项羽同样不差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 依旧还能活着 甚至还要再战 燃爆无数生灵的热血 越来越的生灵 开始往西域赶去 想亲眼观战 尤其是神殿之下的数十个羽 皆以秦圣帝手下的诸位强将为偶像 更不想错过 当然 更多的人怕遭遇无辜之痒 一路横扫去 大秦天庭的军队 距离雷音寺越来越近 这一日 秦军站在一条龙的头顶 周围是浩浩荡荡的军团纵云 大风在耳边呼啸 他的目光穿过一道道深意 眺望向大地尽头 快要到了 秦军轻声道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鲜血开始沸腾 他要血耻 他要除掉圣地脚下的恶虎 另一方面 作为来自华夏的一名普通人 前世如来之名 可谓是如雷贯耳 因为西游记 乃是华夏最火的名著 没有之一 如来担任其小说中的最强者 真正的神话大能 挑战神话 让他很兴奋 陛下 你在担心吗 白泽飞到秦军面前 秦笑道 秦军瞥了他一眼 聚傲笑道 放眼全天下 朕怕过谁 白泽摇头一笑 他自然明白 秦军早已摒弃 畏惧二子 光是后裔 夸父 项羽 加上行天 他也不认为此行会败 当然 前提是 没有一流势力 插手 雷音寺就在前方 最前面的李源霸 忽然高声喊道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只见 地平线尽头 出现一座 耸入云端的高峰 云端之上 金光闪耀 好似昊日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数十万僧人念经的声音传来 震撼人心 仿佛来到西方极乐事件 灵山之上 如来依旧悬浮在雷音寺上空 他眺望着远方 轻声道 恶战即将来临 众僧可倔 不倔 数十万僧人 力声喝道 震荡云霄 雷音寺前 孙悟空跪在地上 一言不发 好似回头是岸的前程妖魔 铁面具 冰冷 寒芒 流动于其表面 如同沙翼 而在不远处 一群修士等待着 他们皆是身披血纹黑袍 足有数十人 先前救走孙悟空的黑衣人 待在一名血发男子身旁 店主 秦圣的 要来了 黑衣人轻声道 而这名血发男子冷峻的脸上 毫无表情 仿佛没有听见一般 战神转世 九幽阴帝真会放烟雾弹 血发男子冷哼道 他正是狮黄店店主 徐重生 雄竹榜第五名 盖世狮王 此次他来帮助如来 用意不明 高空中的如来低头 道 徐店主 这一次有劳你相助 哼 本作只要秦圣帝 其余人都杀了 徐重生态度冷淡 似乎不把如来放在眼里 如来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但稍纵即逝并没有被徐重生发觉 就在这时 李元霸的怒喝声传来 如来 老儿 还不快快提头来见 此言一出 临山脚下 数十万僧人震怒 全都站起来 爆发出自己的气势 震撼苍穹 大秦天庭的近千万士兵 纵云而来 如同雷云从地平线席卷而来 欲要遮天蔽日 掩盖阳光 悟空如来低贺一声 跪在雷音寺前的孙悟空 双眼忽然迸发出两道泄光 好似沉睡的恶魔苏醒过来 去读他们的杀念 听到如来的吩咐 孙悟空缓缓起身 同时从耳中掏出金箍棒 另一边 邢天 后裔 夸父 项羽也迅速出现在大军前面 孙悟空交给我 项羽咬牙道 上一战 他和孙悟空 其实不分上下 但因为最后那一棒 落在其他人眼里 他输了 所以他很不爽 可以 后裔点头道 而邢天的目光 一直盯着如来 虎目之中燃烧着战役 他能感觉到如来很强 夸父掐着恶葬的脖子 朗声笑道 如来 用他幻孙悟空 你可愿意 此刻的恶葬 浑身是血 四肢明显骨折 极为凄惨 第770章 狠辣如来 在远处 有许多生灵 在观战 有人族修士 也有妖族妖王 大部分早已翘首以待 看到夸父提着恶葬 他们都紧张起来 好吧气呀 那可是恶葬 如来之前 天下最强的和尚 如来会答应吗 应该答应吧 佛不是以慈悲为怀吗 怎么可能答应 齐天大圣 比恶葬强好吗 得了吧 呃葬可是老牌大罗志显 只不过夸父更强 罢了 观战生灵们 议论纷纷 他们都很好奇 如来会怎样面对夸父的逼迫 阿弥陀佛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身为佛 心中早已摒弃自我 为苍生 为天下 如来念叨一声 听得无数 生灵面不抽搐 这丝抛弃队友 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呃葬 更是两眼一黑 晕死过去 你特么太无耻了吧 他可是你们西域佛门的副教主啊 李元霸忍不住骂道 这样的西域 日后谁还敢来 罗世信跟着骂道 刚说完 他连忙改口 呸 西域没有日后 一时间 大秦天庭的猪将 纷纷破口大骂 大骂如来无耻 就连远处观战的修士 也是如此 身为雄主 竟然如此了当地抛弃属下 实为不耻 佛祖跟前世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啊 猪八戒感叹道 前世的如来 左拥西方佛教 上有接引 准提两尊圣人撑腰 下有无数佛 菩萨 罗汉 只手遮三剑 自然不用如此无耻 而这一世他得白手起家 面子什么的 都是浮云 作为如来的弟子 前身为金铲子的唐三藏 没有动容 目光却是盯着灵山顶上 他能感觉到孙悟空的气息 比两日前更加暴力 悟空 唐三藏难难道 并不怎么密切 但前世他们为师徒 西行路上 孙悟空为保护他斩妖除魔 那份情意 只有他感受最深 或许孙悟空有藏桌 但贵一人为师 孙悟空却从未叛师 秦军倒是已经猜到 如来会如此选择 他抬手招了招 袁洪便压着玄青 从军团中飞出 如来 你最疼爱的弟子加恶葬 你可怨唤孙悟空 袁洪高声喊道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玄青 亦是恍惚 口吐白沫 看得如来 眼睛眯起来 数十万僧人愤怒 更有太益菩萨爆开气势 准备战斗 徐重生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他也想知道 如来的心有多狠 望着凄惨的玄青 如来 心中怒火中烧 但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意气用事 一旦烧有偏差 他建立的西域佛门将毁于一旦 阿弥陀佛 佛门弟子何在 还不快快救下玄青 如来 双手合十 沉生喝道 即便他在后的脸皮 此刻也按捺不住 怒火 直接开战 数十万僧人纵身跃起 密密麻麻 如同风群 孙悟空也从雷音四前跃起 金箍棒迅速变大 捅破云霄 准备横扫千军 战 秦军怒声吼道 没想到 如来这丝如此果断 那他也没必要客气 话音落下 项羽率先冲向孙悟空 夸父 直接捏死恶脏 诸将带领个军团 也冲向灵山 近千万名士兵 从天涯去 何等 壮观 给人一种苍穹倾倒的压迫感 后一拿起射日神弓 拉弓一射 烈焰巨剑 好似燃烧着烈焰的陨石般 射向雷音四上的如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烈焰巨剑 如来抬手拍去 宛如山岳的金色巨掌 凝聚而现 直接和烈焰巨剑轰撞在一起 刹那间 整个天地被火光照耀 哄 不远处 孙悟空和项羽弹开 双方都是力量型的强者 没有花哨的法术 以肉身相搏 两人速度快若残硬 让人根本无法用肉眼去捕捉 好似两道长虹 在高空中不断轰撞 另一边 数十万僧人 和近千万大秦士兵 也撞在一起 就凭这么点人 也敢和朕作对 秦军讥讽孝道 身旁的白泽和诸葛亮 也是摇头 行天没有 立即出手 而是盯着如来 不知在想些什么 如来击散后裔的烈焰巨剑后 低喝一声 身后忽然冒出两尊如来金佛 外貌和他一模一样 三尊如来佛祖 横沉雷音寺上空 这一幕 看得无数人哗然 四 如来的分身 不是只有一尊吗 怎么有两尊 原来如来一直留有后手 如来这么厉害 当初怎么让妖祖分身逃了 废话 肯定是如来故意放走的呀 否则即便是妖祖本尊来 也不够如来一巴掌 远处的观战者 顿时惊呼起来 三尊如来 佛光万丈 神圣威严 让人心生膜拜之情 秦军眉头一皱 显然也没有预料到如来 还有另一尊分身 其余诸将和士兵 虽然震惊 但没有慌乱 因为如来 不是他们能对抗的敌人 得交给最强的大罗至先战将 后裔也有些震惊 但不慌乱 他 夸父嘉行天 战三尊如来 并不是难事 毕竟如来本尊还带伤 雷音寺前 徐重生轻声道 出手吧 说完 他纵身一跃 飞至如来面前 双手抬起 头顶顿时出现 一个个黑洞 足有数千 黑洞中 迅速飞出一具具石棺 这一幕 让正欲射箭的后翼 皱眉 诗皇殿的其余数十名强者 同样飞天 皆是抬手召唤出 数不胜数的石棺 遍布整个雷音寺上空 诗皇殿 秦军瞳孔一缩 原来如来 找了诗皇殿当帮手 徐重生遥望着秦军 嘴角上扬 露出一抹残忍戏谑笑容 轻贺道 傻 话音落下 身后的数千具石棺 猛然打开 一具具尸奴 从中冒出 这些俯饰最差 也有太乙三仙修为 最强的 甚至达到大罗精仙 好似一群厉鬼 扑向战场 忠心 数十名诗皇殿强者 也各自召唤出自己的尸奴 汇聚在一起 足有上万具 无比惊人 当然他们的尸奴实力 远不如徐重生的尸奴 秦圣帝 今日 你必败 如来贺道 话音落下 身旁的两尊分身 便向秦军袭去 他的分身 皆有大罗之仙的修为 行动间 风声没动